第一位就是我們的中漢 那其實我想問中漢 其實一般來說60%的人 完成夢想的方式都會選擇什麼 上班 對上班 然後呢打工 那其實中漢 一切任務其實也不例外 你是努力的上班啊 努力的打工來算取生活費 甚至是想要渴望完成 那個內心的夢想 那現在呢 你為什麼會想創成 研究範實驗來實踐夢想呢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中漢 我來自高雄 那我其實我從18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工作到現在 那時候18歲會工作是因為 那個18歲想要買摩托車 所以就是車子 家人幫我買的 所以我就要去 那個持續後面的開銷 所以我從18歲 我就邊讀書邊打工 那後來其實 其實我本身是唸體育的 我是唸體育的 我是短跑選手 那那時候我想說畢業的時候 我就跟我學長一樣 我去考警察 因為警察一個月收入五萬塊 其實對一個社會新鮮的來說 他是相當優惑的薪水 可是後來就是我有認真去計算一下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一個月你賺五萬 你一年都不吃不喝 你只能存60萬 那其實這樣子過了數十年 他想要幫我買我要的房子的頭期館 其實都不夠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不行再換個方向去思考 那時候我就會想 我們人就是念了這麼多書 然後為的是什麼 就是求一個學歷 那學歷出來要幹嘛 就是要工作 那你工作為了什麼 就是賺錢 可是學校從來不會教你怎麼賺錢 所以你應該 我後來就想 其實我們人生應該去想 你要怎麼為自己去創造財富 所以這些東西 他是學校教不到的東西 後來我就是換位去思考 過去我們學工作 都是先想 我想要做什麼 我現在做的工作 是不是能夠學以自用 我能不能跟我大學 讀的東西有相關 其實以前我們都會這樣子想 就是我想要先做什麼 後來 我就是換個方向去思考 他說 我先去計算我這輩子 我到底需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去平均算在我每個月 我需要賺多少錢 那時候我記得我算一算 至少需要十萬 我從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說 如果你未來 你想要有一個品質 不錯的家庭 十萬的開銷是絕對跑不掉的 那時候 我其實不只十萬 其實比十萬還要再高 高滿多的 可是至少就是需要十萬 那後來我就去想 如果一個月要賺十萬 有哪些管道 可是它就是兩方面 一個就是當上班族 可是如果你今天當上班族 你要有十萬的薪水 你就是要有高學歷 高技術 那這個東西是我比較做不到的 可是後來我是選擇 我要從是自己當老闆 因為你自己當老闆 他可以有分 就是你可以自己掌握你的時間跟不會受到收入的限制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成員這個管道 是因為他除了是低成本以外 我更看中的是就是這個陳昭飛 他帥的這個公司 然後還有我們立滿大使他在經營這個團隊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那更重要的是賺錢歸賺錢 你一定要能夠歸磨光 我們在傳統 就是你自己開一間公司你開得很不錯 你希望人家來加夢你 可是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的品牌真的是要紅到 讓人家願意來拿錢出來加夢你 那我們都知道如果要加夢的話 其實不是拿五千塊出來就可以加夢 不是拿一萬塊就可以 基本上都是要幾百萬嘛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那個能耐可以去拿這筆錢出來 可是在陳昭他是可以讓你用很低的成本 去經營一個這麼大的品牌 去代理他的產品 那我本身呢 就是我的個性很喜歡去拆解一些商業獲利的方式 我對那種商業的靈隱度我是蠻高的 然後我非常篤定未來只會有兩大行業 第一個就是網路 第二個就是聯盟行銷 聯盟行銷就是你代理一些 以實質的商品 然後你去賺取這個理論 那現在很多 他是不分年紀 現在很多人都是在創製這方面的商業行為 那陳昭他剛好就是結合網路跟聯盟行銷 所以這是我選擇陳昭的原因 謝謝我們的總監 所以原來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人跳脫行業都會有自己的夢想 和自己選擇的方式 而且也有原因 那你有沒有為了這個原因去選擇不一樣的行業 還是你有原因但是依舊 將就在這個原本 打工上班族的地方呢 這樣可以跳脫嗎 可以好好想一想 那接下來下一個我想要問問我們的配容 其實配容以前也是一個上班族 但對一個小子女孩來說 一個人保全家保 是吧 一個月兩三萬塊的薪水好像就很穩定啦 對一個女孩來說很OK啊 餓不飽 餓不著 也吃得飽 對不對 那為什麼配容他想要轉換 來經營自己的事業 沒有繼續留在傳統行業裡面呢 那當你轉換了 你得到了什麼東西 謝謝 大家好 那我叫佩榮 我是來自泰州 那我過去是一名小子女上班族 那我原先的工作是業務助理 然後從事大概快五年的時間 那工作就是大家知道助理的工作是怎樣 就是什麼事都要做 對 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多事都就是要去執行這樣 但是其實相對你的能力會有所提升 而且我覺得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 因為畢業之後沒有想這麼多 但是卻可以 因為這個工作讓我有機會到法國出差 對一年還可以有兩次機會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幻想的工作 可是我工作了四年多之後 我發現因為助理工作真的很繁雜 所以很多的時間都耗在工資 變得就是說你下班之後你又怎樣 你不想要去做別的事情 因為你一整天都耗在工資之後 你下班 你不可能說我工作一整天 我下班還想要去做別的事 對 所以我變成說我的重心已經在工資 所以我沒有成長 然後其實上班族的生活 其實是一成不變的 大家知道嗎 就是你會一樣工作之後 就是重複重複不斷的在做 所以當你已經會的時候 你其實覺得說 你只是為了那一份薪水而已 對吧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當時候其實我已經不再接觸陳彥 因為我的左手的劍俏囊種水油的關係 我接觸陳彥 對那當時候我在結束陳彥的時候 公司其實也面臨一些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大陸很競爭 他們價格會壓低 所以其實我們在台灣這邊 其實常常會因為價格的關係很競爭 那相對的競爭之後 我們的訂單會變少 那公司一旦訂單變少的時候 就是薪水會付不出來 那甚至我們都會很期待 上班族一年最期待的是什麼 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砍半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損失 對就因為這樣種種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我會去想 我去反觀 當時候就是在陳彥的時候 我看到的地滿大師 他當時候跟我們說過 他經營陳彥一年的收入 就已經抵過他原本建築師 十幾年的工作的收入了 對我就覺得說 我從進公司24K 我做了五年的時間我才30K 對就是升得很慢 然後我覺得說 我的能力只有30K嗎 對因為我覺得我 我想要讓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然後我想要給家裡更好生活 不可能是只有30K吧 就剛剛中獎的講到 你想要一個生活好品質的家庭 最少10萬跑不掉 對所以我想要讓自己有創造 更高收入的能力 所以我才選擇經營陳彥 因為它是可以讓我 倍增收入的一個平坦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剛剛他談話的過程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看私上版主是穩定的 有穩定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掌握在別人的手裡 我今天要給你多少 就給你多少 我年中要砍半就砍半 沒第二句話 所以相對之下 穩定的是誰 掌握在自己手裡才叫穩定吧 這好像是對的喔 明天在哪裡 我知道 我去哪裡 我知道 我可以做什麼 我知道 我薪水要多少 我知道 這才叫做穩定吧 那我就想要問我們的心意 其實以前的他是一位傳統行業的創業者 看似非常的穩定 在每一個人的內心裡 創業這件事情是嚮往的 每個人都想要當傳統行業老闆 也想要當老闆對吧 因為總覺得時間自由啊 錢好像賺的比較多 也不需要被老闆給控制住啊 那心意以前也不例外 他也是一個傳統行業的老闆 但我想問心意的是 傳統行業真的有想像中的美好嗎 那為什麼你會轉換成為 可以經營陳彥這塊的事業呢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主持人 欸 大家好 對 裡面最老的 哈哈 如果年輕都記住陳彥 大家可能覺得我今天 怎麼跟照片長得不一樣 不好意思 因為為了大家17年 你知道17年大家都身材較好 那本人就想說擔心這一點 沒辦法贏過大家 就會圍了整形的嘴唇 因為圍整形又變成這樣 還好笑 我想要跟安傑莉娜九利一樣 這麼性感 沒有走進去 變成這樣 好啦 拜託欸 我跟你講是因為前陣子 我們因為 我們家裡發生一些事情 那所以剛剛明信頭一下降 那本人老了嘛 所以然後明明明信頭沒有這麼好 所以就不小心長得泡疹 可是泡疹比武漢來得 輕微輕微輕微再輕微 因為武漢會傳染喔 我們泡疹不會 所以等一下可以靠近一點 只是長得醜一點 不好意思大家勉強聽我一下水音就好了 好 我覺得很開心喔 回歸正底喔 為什麼我們剛剛今天主持人 問了我一個很棒 我以前是一個傳統行業的 呃 說員工也是老闆 那我覺得要講原生家庭 是因為我們家裡的父母親 從我一出生 我父母親就是做自己做老闆 不管是賣內衣也好 賣剉品也好 賣衣服也賣內褲也好 都是賣的 都是自己當老闆 所以從小的時候 父母親 因為不要一直笑 因為這麼會跟著笑 我們父母親從小就是因為這樣 可是我父母親從小就教育我說 記得要自己當老闆 才會有可能跟人家過不一樣的生活 也就是因為在原生家庭一直以來 所以我把錢看得本身也比較重了一點點 那所以我在國中的時候 有能力的時候 我就去外面的打工 同工薪水並沒有很多 大家知道 那到了高中的時候 欸 薪水有增加了 剛剛看說有七九十幾塊 沒有 那時候才七十五塊 可是對我來講已經夠花了 因為生活的學費都是我媽腳科 我只要付我的平常的零用錢就這樣 有人說 幸運拿到你們過得比較窮嗎 高中就要打工 沒有 只是因為我想說 我有一個夢想 我一直以來覺得 我想要 我本身不太會讀書 不像今天講師 這麼優秀 親太塔塔的碩士 親太塔塔的博士 我只要課通課倒數 最後已經賣錢了 都沒有辦法感受 我們真的不會讀書的來 對 所以我本身是這樣做的 所以那時候發現 應該有一種東西 可以讓我增加 自信就是賺錢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想 我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想說 我要大學的時候 跟人家不一樣 不是學歷跟人家不一樣 而是會開車 買車 了不起吧 對 拜託你十幾歲 要開車不容易 我自己買車也不容易 所以那時候我高中 就拚命的努力的賺錢 不管是啤酒吧 送啤酒也好 其實沒有種不好的行業之外 什麼東西做 只要有賺錢什麼東西做 所以我媽常跟我講說 你幹嘛要打拼 所以我不敢跟她講說 因為我想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 我夢想成真了 我在大二的時候 好險 稍微會讀一點點的書 所以讓我考進了大學 所以我大二的時候 欸 跟人家不一樣 我可以開車進學校 那時候才發現原來有種東西 是可以讓我覺得很驕傲 就是花錢 花錢 花錢買自己想要買的東西 那時候就好開心喔 所以我在大學這段時間 會放棄賺錢嗎 不會 所以我還是平民的賺錢 可是我剛才講的 我原生家庭 我父母親就是自己當老闆 所以那時候我大學 還沒那麼達成 我們隔著跟我們兩個東西一樣 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 做什麼行業 當然不是什麼人家教授旁邊的助理 當然不是 而去人家端盤子 我相信在座 也是有這些年輕人 對不對 去端盤子 對嘛 搖飲料 欸那時候最好賺 不用一計之產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端盤子 我媽媽就心想說 我兩個 我生三個兒子 我兩個兒子都在外面 應該聽到台語的吧 對 我兩個兒子都在外面 幫人家賺錢 賺給別人花 那不如自己家裡自己賺 所以我爸媽那時候就把房子 又借了第二筆錢 我爸媽超級有勇氣 因為他也不想說 我跟我哥兩個會不會倒 都沒有想 就去買房子 帶了第二筆錢 帶了快兩百萬下來 給我跟我哥兩個人 去加盟一家卡備的餐廳 可是那時候我跟我哥兩個人 非常非常單純 覺得想說 唉 幾百萬 欸小孩子真的很傻 不知道幾百萬 數字多麼大這件事情 幾百萬 哎喲哥 我們兩個都賣好睡 我們就整天就在店裡面 努力開店 努力工作 就一定會把兩百萬賺回來 有嗎 五年過 六年過 七年過 在前兩年不小心收拾到 那是關門 鐵門拉下來 有沒有把錢賺回來 收拾到不足道 因為當了老闆了之後 一開門什麼都要錢 水電費 人事開銷 成本都要錢 而想像 有辦法想像 就是像餐飲店 不可能今天來的兩個客人 再去買了兩顆高麗菜 來給你們煮給你們吃 嘛 不可能 永遠是一定要先把貨備著 隨時打開客人進來 對嘛 可是料不到我們今天準備了十人份 可能進來只有一個人的份 對吧 所以就自然而然 我們就覺得說 原來開店不是這麼好賺錢的東西 自然而然我們到了 我們有一個接觸的點 就是我們的成員 我朋友來跟我講的成員 我才發現原來有一種東西 是可以自己當老闆 時間又可以自由 又不用任何成本 也不用研發 就人家幫我研發好 也不用每個月 我想要優惠些什麼 也不用公司都幫我排好好 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想說 原來我也可以不要有任何的成本 壓力下人自己當老闆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才選擇了 呈驗這個東西 對 謝謝